吃掉隐形过年啦 当当节才春节啦 新的一年 你有什么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 吃掉你的脑子 红眼巨人的梦想 不用说 就是吃掉猪脑呗 但是谁又来可怜我 我的脑子就活该被他吃吗 话说你能不能放过红眼巨人僵尸 他一个人 还带着个孩子 你怎么就这么忍心呢 俗话说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 那如果你不安排红眼巨人来打我的话 就相当于救了三个人 相当于你胜到了21级浮屠啊 这一关我看了啊 五王僵尸开局最好 有三猎小丑 然后呢 路障这些也可以开局 前面还有两个浦江 OK 那咱们就拿五王僵尸开局呗 这个位置啊 红眼巨人僵尸有寒冰射手的减速 他想进家的话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而且这一关僵尸掉了两张卡片 所以想拦住六路的巨人僵尸 我觉得还是非常简单的 哎又来一个三线 哎有朵大老花呀 这个大老花咱们直接缩小巨人僵尸吧 相当于大老花一个人就干掉了巨人僵尸 好几千的血量是吧 又来一个墓碑团没啥用啊 那巨人僵尸怎么直接舍了 什么情况这巨人僵尸不会是来搞笑的吧 那现在咱们又有魅惑高坚果 还有这么多坚果对吧 作为防御 那这一关我感觉就这么要过了呀 不会吧 不会吧 我本以为这一关很简单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吧 哎 咱们接着刷五王僵尸 不过这一关没有铲子 咱们不应该乱种植物的 来了一个 哎呦 来了这么多好植物呀 这没地方放的话 我可能要直接开罐子了兄弟们 直接把小组僵尸全都开出来 嗯 就一个巨人僵尸 三路是个巨人僵尸 没关系啊 咱们这么多灰烬植物是吧 来吹一下 然后窝瓜压一下 再炸一下 这不就行了吗 二爷直接炸了 这么容易的吗 反而搞得我不知道怎么玩了 这一关到底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规则呀 咱们先把植物摆一下 开吧开吧 这一植物也没啥好摆的 哎 基本上都要出来了 哎 第六路有一个罐子呀 这一关这么多小丑僵尸有屁用啊 这里也是小丑僵尸 下面还是小丑僵尸 不是 真的通关了吗 我甚至都不敢点这个钱袋 我突然发现他这里有一个规则 咱们点进去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一关只卡无限则僵尸死后两张卡片没错吧 二不允许使用暂停和自动收集 我也没用啊 第六行的红眼巨人已经调试完毕 小鬼和红眼巨人一定不会进家 红眼巨人2000选 那也没说不让红眼巨人僵尸死啊 合理的使用猪哥三把避过的几率 就这还三把避过呢 这个难度还中等这是低等吧 这新年大级的你确实给猪哥整萌了 不过呢 我还是要说一句啊 猪哥在这里 祝大家春节快乐